跟大家報告一下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事實上很少人知道桃園是軍事要地 這一次包含機場電油場 這些都是探光演習的重要戰略要點 其實我們了解國防都知道 這個是戰略要地 也是風險最高的地方 那我相信桃園人有自得權利 這是為什麼要做這個民調 那從這個民調數字裡面 我有一個隱憂跟三個方向 第一個隱憂 其實大部分的桃園人對於戰爭 對於演習這件事情是無感 這過半 我認為這是國家安全的重大情緒 這是政府應該認真思考的嚴肅議題 三個方向 第一個是在國家總體戰略的部分 大家還是要求決戰境外 而優於所謂的項戰牽制 顯示大家不想要變成絞肉級 那這樣是代表我們的國防政策 應該要有合理的調整 不能片面認定 而是應該要尊重一部分的民意 這第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方向是 既然是有這樣子的趨勢 那我想我們的國防政策 應該要強化治編役的待遇 回到我們的精兵政策 包含從軍災配給 提高興奉 規劃協助生涯規劃 還有提高社會尊重的四個方向 全面強化資源 以待於解決募兵的困境 這是我提出來的第二個國防主張 也是第二個方向 那第三個方向 當然是從外交的角度 其實避戰本來就是外交存在的價值 所以我希望我們未來的政府 可以尊重國際關係的專業 尊重外交的專業 用謹慎的外交談判 取代戰狼式的失言 讓外交成為避戰的工具 降低國防的負擔 我想這才是正確的方向 而這樣的方向 也得到了大部分人民的認同 這是第三個方向